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AI应用快速普及,高速运算晶片大量导入先进封装,推升封测需求,台积电CoreOS成为家喻户晓的先进封装技术。 除了CoreOS之外,台积电也积极开发下一代封装技术如CoreOS,一级把CoreOS面板化,透过画源为方来提升面积利用率与单位产量。 还有一种CoreOP也被誉为次世代封装技术,把晶片和中介层直接装在高精度PCB板之上,有助于晶片散热。 根据工研院产科国际所预估,2025年,台湾半导体封测产业产值将达新台币7104亿元,年成长率达13.9%。 2026年,在AIHPC基础设施大规模部署需求下,封测产值将稳定成长至7590亿元,年增6.8%。 工研院产科国际所一名分析师表示,随着摩尔定律逐渐逼近物理极限, 单一晶片上的电晶体数量已难以持续成指数成长,封装技术最成为决定晶片效能的关键。 透过将多个小晶片紧密整合于单一IC中,可有效提升数据传输频宽, 并降低能耗与食盐,对追求极致记忆体频宽与低食盐的AI晶片尤为关键。 为满足这些需求,AI加速器普遍采用HBM高频宽记忆体, 使得如CoreOS及CoreOS及CoreOS等可整合逻辑晶片与HBM的先进封装技术, 成为AI晶片供应链中的关键解方。 它进一步指出,半导体业界正持续研发透过抑制整合将晶片互联技术, 结合先进成熟制程节点来设计制造最新的SoC单晶片系统, 再利用先进封装技术达到降低成本, 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提升系统效能的目的。 而2.5D和3D封装技术正式达成目标的关键。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,台积电积极布局先进封装, 开发出CoreOS、INFO以及SOIC等技术, 在竹科、中科、南科、嘉义都具备一定的产能。 该公司指出,从2022年到2026年, SOIC产能增长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将超过100%, CoreOS产能增长的年复合成长率将超过80%。 所谓CoreOS,即Chip-on Wafer-on Substrate, 是把晶片堆叠起来, 在封装于基板上, 以减少晶片空间。 CoreOS还细分为CoreOS-S、CoreOS-R和CoreOS-R。 台积电在十多年前就已开发出, 采用西中介层封装的CoreOS-S技术, 但因为造价昂贵, 后来陆续开发出RDL Interposer, 重新分布层版本的CoreOS-R和C-Bridge西桥版本的CoreOS-R。 在必须衔接的高频宽处做连接, 目的是降低成本。 在AI应用兴起后, 台积电CoreOS-R需求大幅提升, 销量是CoreOS系列产品中最高的, 约占六成。 与CoreOS-S相较, 它的成本较为低廉, 也能整合被动元件以及稳定低压的元件。 进而优化能源效率。 CoreOS属于2.5D封装, 而台积电3D封装技术则包括SOICP和SOICX, 前者采用微突块堆叠封装, 后者则采用Hybrid Bonding混合建合技术。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, 台积电在美国兴建的两座先进封装厂, 将专注于CoreOS和SOIC封装技术, 计划在2026年启动CoreOS测试生产工作, 目标2027年底完成与合作伙伴之间的验证工作。 由于亚利桑那先进封装厂尚未动途, 目前CoreOS先进封装采取与美商Amker-Iker合作方式来减缓产能不足的情形。 Amker在亚利桑那皮奥里亚市将建置一座价值20亿美元的先进封测设施, 预计2028年初投产。 在台湾部分, 据了解, 台积电将透过此公司采育科技, 于2026年设立首条CoreOS实验线, 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上半年, 再加以AP7厂启动量产。 IDC资深研究经理曾冠伟近期受访表示, 预估两年内, 台积电先进封装扩产重心, 还是以CoreOS为主, 预计明年产能将成长60%, CoreOS将一计划于2028年量产。 估计在那一年, 将有5%先进封装产能从CoreOS移转至CoreOS。 其中, ASIC体系的自研晶片业者如Google、AWS 较不需要大尺寸面板封装, 反而是GPU体系如辉达可能会采用CoreOS封装。 除了台积电之外, 日月光于全台北中南建置先进封装产能, 亦是全球最大的OSAT半导体封测厂。 而海外厂商如英特尔, 则于美国、 马来西亚两地建置封装产能, 三星布局更广, 包括韩国本地、 中国和美国都有设厂。 分析师认为, 对OSAT封测厂而言, 在海外设厂将使营运成本增加, 这是无可避免的。 而封测厂的毛利可能不到晶圆厂近60%的一半, 溢价能力会因此受限。 但如果不跟着去海外设厂, 客户可能会转向当地供应链, 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体供应链的稳定性。 在AI庞大需求下, 先进封装让晶片量产时间逐渐缩短, 从客户设计定案, TAPE OUT到量产, 过去是七个季度, 约一年半时间来开发一颗IC, 如今搭配先进封装技术, 过程已缩短至三个季度, 也就是不到一年就完成。 分析师指出, 这样的转变对整个供应链造成极大压力, IC制造业必须在产品制造时, 一边投入开发和验证工作, 也考验供应链的弹性配合度。 近年来, 业界成立了3DIC先进封装制造联盟和西光子产业联盟, 就是希望强化业界整合力道。 下一代封装技术, 包括COPO-S, COOP, 即CIP-ON WAFER NPCB, 旨在降低成本。 在技术核心部分, 相较COOPO-S是先整合晶片与西中介层, 再安装到ABF基板上。 COOPO-S, 即CIP-ON PANEL ON SUBSTRATE, 则是把晶片排列在矩形基板上, 最后再透过封装制成, 连接到底层的再板上, 让多颗晶片可以封装。 换句话说, COOPO-S是将原本的圆形西中介层, 改用310x310毫米矩形面板, 也就是把COOP-S面板化, 透过画源为方, 来提升面积利用率与单位产量。 至于COOP是今年新出现的先进封装路线, 则无需使用ABF基板, 把晶片和中介层直接装在高精度PCB板之上。 除了COOPO-S之外, 后面两者皆在开发中。 COOPO-S主要挑战来自于面板桥区度的控制, 且散热效能受限于ABF基板, 需额外加装散热解决方案。 而COOPO-S因采用精简路径和衔接大面积的PCB板, 将有助于晶片散热, 但高精度PCB制造为其最大挑战。 由此可见, 两者在开发过程都面临不同的挑战, 上代克服。 不过, 凭借台积电强大的研发实力, 一旦逐一解决, 将是再次颠覆全球晶圆代工格局的时刻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